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大纳粹 在这个时候英国人民迎来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同时也是坚毅的战争领袖 就是丘吉尔 所以丘吉尔在国会发表了非常激昂的演讲 这个演讲也是丘吉尔重要的演讲之一 就是说我们绝不投降 我们在天空 我们在海洋 我们在沙滩 我们在村庄 我们在城市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要保驾为国 我们要抵抗纳粹 所以英国当时就是 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那个士气就说 那好吧 全世界只剩我们一个了 那咱们就来吧 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 这是德国没有的 所以德国如果进攻英国 能把强大的德国陆军运到英国的土地上来 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动用德国强大的空军 首先获得制空权 然后以制空权打击制海权 如果你获得制空权 那当然英吉利海下来 就不能再有英国的军舰了 这个时候再来登陆 所以只有这一条路 双方都心知肚明 所以这场肚明的不雷连战役 没有什么可互相隐瞒 互相欺骗的 就是反正你有空军 我抵抗你的空军 当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 一天之内2000架飞机在空中空战 这之前是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 但是英国有一个优势 就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雷达 而且实用雷达 在遍布英国东南海岸都是雷达 雷达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在哪呢 如果没有雷达 怎么发现敌机呢 就要派出战斗机 前出到至少200公里以外去巡逻 大家知道有限的战斗机力量 如果用在没有敌人的时候在空中飞 把战斗机飞行员的精力 体力以及油料都消耗掉 然后带回来加油 这个可是非常浪费的 雷达首先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极大的节省了战斗机和战斗机飞行员的资源 但是德国其实作为世界上科技最深厉的国家 德国早已经有科学家研制这个东西 但是戈林 你看大家知道戈林大胖 戈林丧失雷达这个机会 所以德国在这上面吃了大亏 最后德国发现戈林吹了半天牛 戈林在战争中吹了很多次牛 第一次牛是这之前 敦克尔和他撤退的时候 说不用陆军 掐太阳那30多岸英法军 我拿空军就消灭他了 结果最后没消灭人撤走了 这次戈林吹了个牛 说我空军 不用你们海军太弱 当时德国海军非常弱 开战之前纳粹空军叫做成什么样 叫战斗机分音员求轰炸机分音员说给我放两架喷火室过来吧 让我们打两架喷火室 我们好在飞舰图俩机会 当王牌分音员 然后轰炸机分音员说 估计你们都没机会了 被我们直接消灭在第一张的机场 当时纳粹空军就已经就膨胀成这样 结果最后迎头痛击被 当然了 英国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英国一共被炸毁了 一百万栋防空被炸毁 然后一共将近15万人伤亡 占整个英国战争期间大概20%的伤亡 因为一些城市 尤其是考温锤 几乎被夷为平地 也是英国战争史上重要的伤痛之一 邱吉尔走出唐宁杰首相官邸 前往遭受严重轰炸的伦敦南区 他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人对他高喊 我们要还击 让德国人尝尝我们尝过的滋味 伦敦当时已经消去夜里不能开灯 因为夜里一开灯就看见这么大 伦敦在下面 德国当时就很先进的 叫无线电指向技术 就是来引导炸弹 所以炸得非常准 所以整个伦敦都消尽 所有的妇孺都疏散到郊区去 幸亏伦敦有 全世界当时最庞大的地铁系统 当然从福尔摩斯时期就已经有了 所以这地铁系统当时就成为伦敦人民的避难所 伦敦人民一到夜里就到那里边去睡觉 白天继续出来 挂出香肠名字叫戈林香肠 因为大家知道戈林很胖 有肥肉的香肠 然后一个裁缝就在那挂出 红炸以后继续挂着说继续营业 第二天这裁缝就被炸成废墟了 在废墟上继续挂着说 更加继续营业 伦敦人民以坚强的意志跟幽默的性格 继续的战斗 接下来讲依然是德国的科技角色事务 因为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是美国研制出来 但是研制美国的原子弹这些人 大量的都是德国犹太国家 因为受迫害跑到了美国 对美国的原子弹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原子弹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 本身就是在戈廷根留学的 戈廷根大致 戈廷根学派 戈廷根是当时整个欧洲的学位中心 各种大师 高斯 包括空气动力学电机人 普朗特等等 都在戈廷根教书 我的外婆也是在戈廷根留的学 就是师从普朗特大师 然后所以从戈廷根留学回去 从德国学技术的奥本海默 主持了整个原子弹的计划 其实德国科学家早就跟希特勒讲过 说有可能研制出这样的一个大炸弹 希特勒一个下世的文化水平 而且一旦时候还被毒气毒过 脑子里可能有一块地方就不长东西了 就跟不相信 不能想象 说实在的 其实当时人类很难有人想 除了科学家自己 很难有人想象 说这个什么东西能爆炸成这样 以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以后 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秋节开会的时候 罗斯福还跟斯大林讲了 说我们研制出一种叫原子弹的大炸弹 相当于多少多少个炸弹一起爆炸 斯大林当时面无表情 斯大林当时也想象不出来 这个是什么东西 直到这两个 当时美国一共只有三个原子弹 一个在新墨西哥爆炸了 另外两个毫不由于的拖到日本去了 因为不拖到日本去 美军要伤亡一百万人去登陆 那个时候人类才知道 原来有这样的科技 但这个科技原本是应该德国研制出来 但是德国由于自己的决策失误 以及大批科学家 尤其是犹太科学家被逼到了美国 最后导致美国成为第一个研制出来的 而且我之前还提一句 在整个这个计划中 美国整个原算计划中 参与核心的科学家中间 只有一位科学家 不管以前是德国来的 以前是犹太人 最后都入了美国籍 只有一位非美国籍的科学家 参与了核心的研制 就是我们的华人科学家吴建雄 吴建雄女士 吴建雄 她是华人之光 也为世界反法一字干争 做出了贡献 最后纪念一下卡拉扬大师 这个卡拉扬大师 应该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 因为我们从小 家里那些古典音乐唱片 每个人都给你讲说 首先听柏林爱乐 因为柏林爱乐在卡拉扬时代 是最伟大的乐团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大家知道指挥比导演还重要 导演只是这一部戏 指挥不光是指挥这一场演出 指挥是塑造这个乐团 因为这个指挥 尤其是担任音乐总监 艺术总监这样的指挥 长期在这个团里 他塑造了这个团的整个的风格 因为从招人就开始他走 大家看到指挥只是看到上台 其实上台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他在指挥的台练下 已经排好了 上台指挥就出现过 指挥在台上晕倒了 然后全演唱根本没事 继续在手一下 再带领一下继续拉 因为反正都指挥排练好了 都排练过很多次 知道这个地方是你 那个地方是他 还有一个各个音乐学院 包括我们中央学院 教指挥系的人是怎么着呢 指挥系跟作曲系 其实考的是一样的 作曲跟指挥 其实就是一样东西的两头 最后考上作曲系 考的东西都一样 考完了以后就挑出 长得帅的进指挥系 长得难看的 今天作曲系 像我这样的指挥上作曲系 所以指挥系在每个音乐学院里 都是音乐学院里 所有的女生最喜欢的 招的人又少 指挥系一般一届 就招一个两个这样的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指挥 然后长得又帅 又是钢琴演会 作曲演会 这样的大才子 中国著名的作曲家 三宝 以及这次大家看了 那么多人看了 《至青春》的作曲 豆鹏 这两位都是音乐学院 那一届 1987级指挥系 只招了两个人 就是这两位 这两位今天看起来 已经不那么帅了 但是当年确实两位大帅哥 好 今天卡拉扬大师 今天就跟大家到这里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